的意见 高铁延伸至宜兰各界是议论纷纷 而25号铁道局举办的地方座谈会 也涌入不少民众就来关心 未来宜兰的高铁站将会设在哪里 高铁宜兰站到底要设在哪里 现在交通部提出四种方案 分别是郊西的四城站 县镇中心站 以及原本就有台铁车站的宜兰站及罗东站 不过站职议题在宜兰县内意见分歧 各局代表更不想放过这重要的交通资源 根据交通部整理四处优劣 日前掀起争议的郊西四城站 四四处中建设成本最低 附地广大有利高铁特定区开发 但因离市中心较远 预估载客运量也是最低 而在县镇中心设站 则会遇到开发地容易淹水等问题 但开发效益却比较高 至于原本就有车站的宜兰跟罗东 都面临周遭拆迁困难等问题 但相较其他区域 两处周边接驳功能都相对完善 即使站直目前桥不拢 但各界还是达成 尽早让高铁进驻的共识 而宜兰县议员孙汤玉惠则提到 宜兰县内也有族人通勤北部上班 高铁站更渴望成为东部居民回乡的交通枢鸟 这样子也影响未来华东交通发展 便捷性应是首要考虑方向 未来在我们宜兰县的话 我们要回到台东 要回到花莲 我也希望是我下了高铁站以后 马上我拿着行李 我就可以到我的台铁 我去换车 甚至我们去做我们的客运 过去在花东 这个一票难求 未来就是很多人搭高铁 17分钟到宜兰 换哪一个站 他直接就转普悠马 或是泰鲁阁 就往这个花莲台东走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整个规划 就是一个高铁接快铁的这样一个想法 但无论最终指落脚何处 多数民意代表认为 高铁站的各项接驳跟交通规划 都要备齐 以免抹灭高铁带来便捷美意 有些新闻 阿斯伯罗利亚依然市采访报导